节目的测标为各位说明的非常非常清楚 白纸黑色的跟各位做预告 六天六根掌听板 8038的长元科技常常涨停圆满幸福苛苛 苛苛是笑开怀的意思 首先今天要跟各位报告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大盘目前你到底该如何的操作 手上的哪一些的股票你要留你要报 当然长元科技不用讲了 没有天六根掌听板 这就是我希望各位每天收看我的节目你是有收获的 台北股市现在全部的股票加起来1537档 你如何找到排行榜第一名的股票 而事前是全市场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个重点 各位如果你自己去找股票的话 可能你的几率是1500多分之一啊 但是如果你每天收看节目包含有送资料 来做索取的动作的话 你可以缩小到八分之一六分之一四分之一 因为我会告诉各位你要如何的按照顺序来创造你的获利 现在大盘在发现400点 我们看到过去的字卡 11月1号的时候告诉各位 赶快放空吧大盘要跌了 11月14号暴跌了将近400点 赶快回补吧全力做多 包含从外太空转到行天宫 从爱瓜布到布织布的南六 昨天创造成新高 我们已经没有了 当初南六在一百三十几块 一百三十九块的时候 谁告诉各位他叫做面膜之王 一路上涨 一路上涨 11月26 我说这波的行情你千万不要错过 你看到了威盛 你看到了三四九八的阳城 你看到了二二二八的剑林 你看到了八零三八的长元 五天五天 不仅如此 我说其实我可以把节目每天的时间拿来 讲这些涨停板的股票 但是同一时间 我觉得我的节目竟然能开到全国最多 我有一份的社会责任 当我看到令我觉得很焦急 很着急的地方的时候 我必须要来告诉各位 哪一些的股票你千万不要去买 这也正是我认为大盘目前的关键 怎么说呢 大盘在创下这一波段的新高 八千四百一十八点 我先跟各位写一下好了 创下本波段以来的新高点 八千四百一十八点的时候 我说在这个地方 筹码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其实讲真的啦 筹码什么时候都很重要啦 但是我觉得来到了八千四百点这边 筹码异显得格外重要 当你看到了长元科技 六天六根涨停板 各位不多啦 六天六根是几% 我今天不是要来跟各位数涨停的 数涨停只是结果而已啊 我要让你赚到的是过程啊 我要让你知道为什么十一月二十六号 当长元科技爹不藤娘不爱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它的专利非常非常的重要 隔天你都可以有六十三块 六十四块 六十五块你都可以买进喔 纯善心做善施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不多啦 五十个百分点 同一时间喔 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到 新夜光 就像我测标达的非常非常大的 新夜光 因为我说在多头行情当中 投资朋友最容易被套在高点的股票是哪一些 又可以帮投资朋友创造非常大的 获利的股票又是哪一些 我希望在节目当中 全部 包三包海啊 会起也也跟你说啦 会落也也跟你说啦 我说要同一时间让各位印证到 我们看好的股票 涨了六根涨停板 我们放空的股票 大跌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愿意 我希望每一天的合成堂 是超越昨天的合成堂的 来 我让各位看看 专业的研究团队对各位来讲 我觉得帮助是蛮大的 3673的FTPK 这一波我们在一百六十几块 全国会员吃到饱 涨停板一百七十七 这是我今年以来TPK所有的操作 我希望摊在阳光底下 我不怕你做检视的 一月十八四百六全力买进 四月二十二号涨到六百三 全国会员全数出清 一张不留 跌了三百块我一张都不买 来到八月二十六号三百一全力买进 九月十号三百三全数获利出清 跌下来两百八买进 跌到两百五我说抱歉 这两段让各位大赚 但是这一段是赔钱的 赔了将近三十块钱 很抱歉 赔了十个百分点 之后我会帮各位补回来的 事后我们用起金 我们用2312的金宝 有没有帮各位都补了回来 还有6116的彩晶 来 这一次我说我们又在一百六十几块全部买满 涨停板 十二月四号 我在昨天开盘之前 已经跟各位做预告了 你看起来TPK像是要跌的样子吗 不像吧 我送各位五个字 以获利出清 TPK之王已经将TPK全数获利出清了 结果昨天 苹果的二版头 看了这样子的一则新闻 陈宏十一月营收暴增三成 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减高达百分之三十六 它比十月份的营收大增了三十二个百分点 但是跟去年的十一月的业绩相比 去年苹果也有发行之央 跟去年相比 大幅衰退了三十六个百分点 所以一般投资朋友看到这一则新闻 早上开高好棒喔 何老师卖错了 陈宏要涨停板 结果开盘就是几乎最高点 一路下沙 中场大跌了半根跌停板 跌到一百七十一块 看新闻要看懂新闻背后的意涵 前提是你有非常专精的研究团队 才可以support各位每一个决定 不是吗 同样 当你听到强者很强的时候 就是有人要带你去追高 我还是愿意再花一点时间 来跟各位讲3576的新日光 当初我花了多少的时间 请我的研究团队做出最新的 不管是细晶圆的报价 电池模组的报价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带领全国会员 在22块都买进 涨到了36块 我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涨了60个百分点了 真的不要去追了 我有几分证据 我跟各位讲几分话 甚至我希望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手段 让各位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 11月27号 当天太阳能全部涨停板 每一个财经专家都说它有太阳能 我说我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但是如果你想找一个蛮专业的分析师 那绝对是我 我们每一个的根据啊 是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是能力也好 不管是时间金钱也好 去帮各位找寻出来的 可能当下你会觉得我在泼你冷水啊 但是事后你会感谢我 就像我看到有头拉鼓来的时候 我情愿先推你一把 哪怕当下你觉得你干嘛推我 但是当你看到头拉鼓浪过来的时候 你反而会觉得幸好你有推我一把 三十九块三五 太阳之王关刀出手 大碟先获利一半 弹上来我再放空 我跟各位讲 我有几分证据 讲几分话放空新日光的三大理由 第一点美日需求的区换 第二点中国的双反反欧盟的政策 我说这个在日后你才会看到新闻啊 这每一点每一点 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做研究啊 第三点融资暴增了五万多张 来到八万九千张 本来只有三万八千张而已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股市当中赢家是少数 但是当多数的人 尤其是当这些多数资讯不对策的一般的投资好朋友 都疯狂抢进新日光的时候 各位你可以再回想一下 不过就是三天前的事情而已 礼拜二的时候 全市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新日光好 新日光庙 新日光 新日光 呱呱呱叫 我好担心 再看 再真正有在做研究的人的眼里 我真的很担心 我不希望你陪到情何以堪 再回想一下 你每一次怎么套在高点 是不是缺乏一个专业的声音 来提醒到各位 隔天再创新高 又是三十九块三五 三十九块以上 让我加码在空 我说你看好 陈堂的魔法教士 如何把三五七六的新日光 变成新夜光啊 月光光 心慌慌 关刀挥舞 新日光 慈悲的关刀 大跌了 各位短短两天的时间 新日光又大跌了七个百分点 都帮到大家了吧 累积的获利已经超过了将近十个百分点 之前底部能够带你大赚将近六成 为什么我选择在三十九块三五 请你来关刀 请你来放空新日光 我不想要 我不是要泼各位冷水 我也知道这样子 这样子做 很多的投资朋友他可能不谅解 老师我手上有新日光 你为什么要放空 所以我说我的关刀是慈悲的关刀 你愿意卖在三十九块三五的话 你的新日光绝对都赚钱 我希望在高点的时候 我进到一个专业分析师的责任 当一般的投资朋友又开始问这个问题了 怎么可能 市场上人人看好的新日光怎么可能会跌 我怎么可能会套牢 但是看在我们的眼里 看在会员观众的眼里 原来如此啊 不就这么简单吗 就像当初6116的彩金 八块多的彩金怎么可能会大涨 我买给你看 涨了六十个百分点 老师彩金会涨到二十块钱 十四块三我在放空彩金的时候 我还跟你做预告 当天早上 七月十七号 各位你去掉节目袋子 怎么可能彩金在这个地方会跌 结果大跌 回补 来到了十二块三 我告诉你关刀一二三 获利赚到翻 来到十月三十一号 跌破十块钱 全数回补 101% 你还是一样 怎么可能 彩金怎么可能赚到101% 结果呢 经过一趟做多 两趟放空加起来 原来彩金要这样子赚 底部要买进高档要放空 我说我放空都是不得 都是很不得已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帮助到各位 不是吗 太阳能筹码这么乱 有没有人跟你讲太阳能筹码很乱 没有啊 每一个人都在跟你讲 以后有多好 以后有多好 这就是有没有做研究 我觉得会比较有差异的地方 下半段节目 再来让各位 再一次的印证一下 全台北股市 1537档股票当中 上幅排行榜第一名的长元科 老师有没有告诉你 他专利最大最大的秘密 下半段节目 再来跟各位做分享 进广告 下半段节目 股市中方向不轻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投股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往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投股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投股贯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股市中方向不轻 温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投股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珠 爸爸 儿派 儿派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派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男友 吹气梁啊 先用气梁啊 五分珠 可能各位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不管是我跟你讲放空的新日光 不管是之前的彩晶 这个都是街头巷尾 大家都认识的股票 之前我们在放空彩晶的时候 各位 你朋友五十千千 六十去问看看 多少人在买彩晶 不就是被那些 报章媒体所影响的吗 现在的新日光 各位你朋友五十千千 六十去问看看 多少人去买新日光 多少人去买38块 39块的新日光 不要等到最后变成了新夜光的时候 你又变成大股东了 因为长期套牢 狂赚真的是因为专业了 当奥特加超越了巴菲特 Sara 评价时尚的品牌 也跟各位分享过很多了 我说当你要看到的是 你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看得更远 赚得更多 当奥特加世界第三大的首富 加上一架 会变成2228的建林 这全市中没有人跟你说 我认为 陈唐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分析师 同样我带领我的研究团队 我用很严格的标准 是一直鞭策他们 一直往前走的 所以各位可能会发觉 我们节目上所提供给各位的这些资讯 不管是以前的五峰 不管是彩晶 不管是新日光 不管阳城 不管威盛 我们这些资讯都是很新的 是要一直往前走的团队 才能帮各位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 所以我说就连收看节目的各位 都能够掌握到市场最新的资讯的话 我认为那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为90块开始 9个百分点 101块了 105块了 开始获利调节了 当Ortega超越了巴菲特 创历史新高 113块 请你大功告成 不多 25个百分点 昨天的剑林还是一样在创新高 就连收看节目的各位 你还可以再多赚个两三趴 棒不棒 很棒 下一次去看ZARA的时候 想一想 原来ZARA 里面的衣架 就是剑林做的 好吗 这些都是充斥在各位日常生活的东西 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去注意到 去挖掘到 你就能享受很棒很棒的东西 拳头估计也没有人会跟你做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分析的 我告诉你 就连你日常生活看得到的锂电池 包含手机 包含平板 包含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以及电解质 尤其我说正极材料当中的磷酸铃铁 这个是现在电动车最大最大的动力来源 叫做磷酸铃铁的电池 因为它的安全性稳定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说同一时间台湾有一间厂商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跟加拿大的Fullstack 来我们来看 它跟加拿大的Fullstack要来专利大车拼 因为长元科技它有办法用氧化铁 就是我说的废铁 所以它的成本是人家的一半而已 而且它的循环性可以高达5000次 还符合这个ROHS的规定 也就是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这个叫限制 这个叫有毒的物质 关于有毒物质的限制 它是完全符合这个规范 而不像加拿大的Fullstack一样 在它的pulsing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pollution 这全台湾没人在跟你说这个啦 63块也没有人看好长元科的啦 那我觉得各位不只每收看节目也好 或者是收看节目的同时 之前你都有来索取这份资料的 我可以很开心的跟各位报告 我们档数几乎全市场最少的 股票现在是全市场最飙的 阳城也好 健林也好 现在的长元也好 六天六根 各位你可以去按按看股市当中的排行榜 1537档股票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啊 涨最凶的股票 我们八档里面就占了三档 1500多档里面当中喔 前八档前八名的股票喔 我们就占了三档 我觉得这样子是能够帮各位做到比较好 很开心的地方啦 氧化铃铁铃 全台湾没人跟你说这个啦 63块 各位这是28号耶 你拿到资料的时候是26号27号 不管是我的广播节目 不管是我的电视节目 两天两根涨停板 全部都是有价有量的股票啊 千几张啊 2000几张的股票啦 三天三根涨停板 四天四根涨停板 五天五根涨停板 我说还要感谢乃哥啊 乃哥以前唱过一首 徐乃琳先生唱过一首 7533967 我说你不对 现在8038的长元科 拥有的是7494744的专利号码 各位可以上网路去搜寻一下WIPS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arch 一个WIPS的专利搜寻的引擎 总部设在韩国的首尔 有兴趣的投资好朋友 欢迎上网做一个查证 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已经涨40%了 到12月4号 Ladies and Gentlemen 昨天一架到底 六天六根涨停板 我不数了 涨停只是结果 我要让你赚的是过程 昨天来到94块6 也就是说 短短六天的时间 你赚了超过31块 剛剛好 50个百分点 当然我觉得前提 这些真金跟白银我是很开心 跟各位来做分享的 我相信我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能够帮各位找到这些很棒很棒的资讯 正是我们节目能够开到全国最多的原因吧 因为我们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向上提升的一个团队 对了 有些事情你可能没想过 但是它确实的 发生了 请以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好吗 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 我是何成堂 我在华关 为各位投资赚大钱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好吗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乐的威胁 回了我的家 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股市中方向不轻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何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02-6630-3201 0800-06-1689 幸福会关心您 早了一年就不怕狂犬病了喔 是啊 每年近期吃辣 就能够有效的预防狂犬病 那我能带宝贝去爬山吗 还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山区 否则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那该怎么办 只要遵守二部医药原则 就能避免感染 不必过度紧张啦 这样宝贝就不怕了 请您用 mig一下